三大纪律 霸相主义 你说过没有吗 大烂东西要赔上 何况你大烂是我的老婆 开个玩笑 那你怎么去龙铺丝来吃一哈呢 你看你看 你看你这个人 低点打点鲜眼 我们还是从小一起在一个村子都长大了 我跟你说 这个老婆又不是韭菜 过了一间还可以长 你今天必须把这个钱给我 要不然我就搞到村子那儿去 你少拿这套的下坡 搞我村子就搞我村子 我不跑 走是吧 当初你要不龙铺 死了我的碗头 我咋会打烂你的老婆呢 我给你说嘛 你说 你坐这 哎 哎 你跑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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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马上你搞事了 你等着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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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这帮水土长大的人 历来都是勤劳无事 富足富爱 脑壳都打开花了 这种事情 就是东南的时候 村上都没发生过 还好意思溜到脑 风国大人 唐永飞就赶紧服